中文字标准 我们这个食物标准是文字标准的配套 文字标准上面写的特级就是扁平光滑挺着尖靴 然后它之间的等级的差异就是嫩度的差异 这个一级你外形看上去很像 但是它的芽很饱满 这个芽比较瘦 这个嫩级这部分就比较长 那生产期呢就会后面一起 所以特级和一级在内侧上差距是比较小的 在外形上差距比较大 但特级和四级你大家看就差也很明显了 那四级的叶子呢就比较绿 因为我们随着时间的生长 叶露缩含量越来越高 那么颜色就会清绿一点 这个就是四月下旬左右生产的这种产品 所以它这个等级就根据它的生长时间来定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科研机构 对着标准样研究品种 比如说工艺 然后生产单位就对着标准样进行生产 就是做新品控 检验机构对着标准样进行检验 是用这个作品牌的管理 市场的监督可以用 所以标准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牵涉到我们每一个消费者 因为有一个食物呈现在那里 我买的茶叶对一下 这个马上就看得出来 我这个买的是特级还是一级还是二级 中文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